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看几眼 我极力控制住冲动 不忍打扰他的美梦 只好闭眼装睡 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了 脑子里尽是眼前的画面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 已经傍晚六点 也是到了饭点 我顺便问了一句 咱们先找地方吃饭 还是先找个酒店安排好住宿呢 他说 坐了这么久的车 又脏又累 还是先安排住的地方吧 顺便洗个澡再吃 县城的各种旅馆 招待所还是比较容易找的 一会儿就找到一家 是棉房厂的招待所 一进大门 服务员很热情 你好 两位是住酒店吧 我们这有大床房 有窗临街 风景好 包两位满意了 我想都没想 很自然地回了一句 我们是同事 然后眼睛不自觉地瞄了同事一眼 他有点疲惫 脸颊微微泛红 服务员赶紧道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误会了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一间大床房了 你们要不要 他没说话 我也没答话 两眼看着女同事 他的脸颊更是泛出大片潮红 鬼使神差的 我的嘴里蹦出一句 不要 我们去隔壁看看 毫无悬念 我们找了另一家小旅馆 开了两个单间 门对门 你洗洗 换了衣服 我们找地方吃饭 他没说话 喷了一声 关上房间门 我洗完澡 换了衣服 敲对面的门 小丽 我们下去找地方吃饭 没动静 小丽 吃饭去了 小丽 我连续喊了几声 才从里面传来一句 我不饿 你自己下去吃吧 要不要给你带点吃的 他再也没回我 我一个人会溜溜找地方去吃饭了 我一个人找了个地方 点了一个蒜香残豆 盐水鹅 来了一个手榴弹内饰流行的250毫升的白酒 都是当地的特色 经过长途奔波 又洗了澡 傍晚微微的凉风吹着 那个爽 自然不用说了 酒足饭饱 我想着回去要给同事带点吃的 就要了一个盒饭 买了饮料 到了宾馆 轻轻敲了几下对面房门 没动静 敲了很久 小莉才打开房门 睡眼惺忪 明显是刚从床上起来 饿了吧 给你带了点吃的 赶紧吃吃睡吧 谢谢 他接过我手上的盒饭 还是没精打采 可能他确实是累了吧 应该比较困 我自己也有这感觉 赶紧吃吃睡吧 我也没等他说话 喷了一声带上房门 晚安 无聊的第一天 长途的奔袭 加上几杯小酒下肚 入睡后的香甜 这种感觉无庸坠续 叮铃铃 叮铃铃铃 沉睡中吵人的电话听着是那么的刺耳 喂 我睡眼惺忪地抓起房间的电话 你好 哪位 哥哥好 嗲嗲的声音 让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还有一种全身触电的感觉 哥哥累了吗 小妹上来给你做个按摩 不要 不用 我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奶奶的 难得这么舒服地睡觉 晦气 撂下电话 我片刻就进入梦乡 叮铃铃 叮铃铃 我翻了个身 懒得去接 叮铃铃 叮铃铃铃 又是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 搞得人睡意全无 我抓起电话 里面传来声音 哥哥 要不要上来给你做个足疗 帮你满意哦 声音有点像公鸭嗓子 好像嗓子里卡块肉 听着就让人觉得要咳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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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懂吗 再打电话我骂人了 我没给对方继续说话的机会 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我睡意全无 很不情愿地打开电视机 来回播了几个台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正在播放功夫片 黄飞鸿之狮王争霸 这是我喜欢看的武打片 于是半躺着看电视 想想刚才的两通电话 我一侧身拔掉了电话线 然后还嫌不过瘾 又将话筒提起来 啪的搁在一边 堵 堵 堵 黄飞鸿打斗正精彩 我看意正浓 门外轻微的敲门声 并没有太在意 还以为是在敲隔壁的门 堵堵堵 堵堵堵堵 他妈的 还没完没了了 我嘴里嘀咕着 快速披上夹克 刺溜下床 三步两步就走到门口 我猛地拉开房间门 一边拉门 一边脱口而出 他妈的 后面的话还没出口 我又咽了回去 差点没呛着 只见小丽正站在门口 竖起的手 还没来得及放下 她穿着一件粉红底蓝色碎花的睡衣 柔顺的长发 随性地披在肩上 有三分之一的长发垂在胸前 似乎有意 更像是不经意地 遮盖着微微敞开的睡衣领口 是你呀 小丽 我赶紧从刚才愤怒 快要爆发的情绪中 回到现实 你睡醒了 这么晚起来干嘛 我知道 经过长途驴 我估计也是同样的电话 不过她是女性 应该不会有第二次骚扰吧 小丽进了房间 随手关上房门 陆哥 你在看电视吗 怎么不困 还不睡 她一边说着 眼光并没有看着电视机 而是盯着房间的电话机看 嘴角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微笑 不说了 真是倒霉 我提高了嗓门 睡得好好的 给两通电话吵醒了 刚才你敲门 我还以为又是那些无聊的人呢 我一边说 一边调低了电视机的音量 我正要破口大骂呢 哈哈 差点就骂了你 哦 我知道是什么电话了 小丽灿烂地笑出声来 那你怎么不喊个妹妹 上来服务一下呢 你陆哥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一拍胸脯 指着电话机 你看 我电话线拔了 听筒也摘下了 鬼才信你呢 小丽盯着电话机 狠狠地看了几眼 脸上无一像开了花似的 你们男人哪个不偷心 他们服务包你满意呢 嗓 嗓子发痒 像卡块肉 包你满意呢 最后一句话 似曾相识 我猛地意识到这点 刚才那电话是你打的吧 小丽 我右手轻轻推了小丽肩膀 你考验我呀 才不是我打的电话呢 小丽识口否认 我没有那么无聊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 我双手抓住小丽的两个肩膀 那么无聊 还来考验我呀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才没那么无聊 还打电话考验你呢 小丽极力否认 但她开心的笑容 已经无情地出卖了她 嘿 你敢考验我 我让你考验我 看她笑得花枝乱颤 我双手合拢 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我没一句 我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一意外怀孕话不多说 出差第一天到此结束 2006年6月2日 出差第二天 起床洗漱吃饭后 我和小丽一起 马不停蹄地赶往服装厂 顺便提一下 此次出差的任务 这次出差 主要是处理服装分厂工人的 集体事件 因公司效益不好 员工工资拖延了两个月 工人集体罢工 并到劳动监察相关部门投诉 这个工厂是分厂 总部在南京 蓝艺集团 主要业务是服装外贸 分厂工人有100多人 基本都是当地员工 分工厂是在新化市朝阳镇 当时在当地开厂 主要是考虑劳动力成本 及职工资源 当地服装产业工人比较多 到了工厂 首先召集工厂相关领导 工人代表 并联系当地劳动部门参与 经过一上午讨论 拿出具体方案 接下来两天 6月3日至4日 主要处理个别劳动者的案例 包括已经申请仲裁 提出特殊要求的相关员工 整整三天 在紧张和忙碌中匆匆而过 我们摆平了聚众维权的员工 解决了工厂危机 为了表示感谢 或者是金地主之一把 6月4日晚上 分工厂厂长在当地的朝阳饭店 摆了一桌 也是为我和小丽送行 第二天我们就要返回南京 也许是连日的忙碌和紧张 加上顺利地解决了工厂危机 放松 解脱 或者是当地的特色美味 撬动了酒饮 我和小丽架不住他们的轮番进宫 应该是都喝得有点过量 反正是别人护着 架着 或者是抬着进了酒店的 到了酒店 上了四楼 这个时候虽然行为上不听使唤 意识还是清醒的 你们住哪个房间 陆总 送我来的应该是厂部司机 我 我住402 他 他401 我的舌头有些打结 402 几乎同时 耳旁响起小丽的声音 咦 小丽 久禁没上来 我还没迷糊 你住401 我是402 小丽仿佛才反应过来 哦 对对对 我401 陆 陆总402 他一边说 一边指指402房间 于是 我们各自被送到自己的房间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胳膊感到发麻 醒了过来 原来是小丽 枕着我的胳膊 我有点口渴 想爬起来喝点水 又怕饶醒了他 于是一动不动继续躺着 第二天醒来 发现小丽已经梳洗好了 坐在床边 我有点不好意思 小丽 嗯 陆哥 小丽眼睛睁得大大的 好像要吃人 你昨天酒喝多了 下次不许这么喝 没多 主要是高兴吗 好了 不说了 快起床了 我们马上赶车回去 毫无悬念 五号下午 我们回到了南京 开始了在总部的正常工作 日子在每天的工作中 毫无声息地流失着 七月中旬的一天 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待客户 刚送走客人 秘书王婷打来电话 陆总 董小丽等你很久了 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好的 让他进来吧 小丽进来后 顺手带上办公室门 坐吧 小丽 等这么久 有啥事啊 陆哥 小丽说话有些急促 我怀孕了 啊 我半天说不出话 愣在当场 片刻的惊讶 片刻的无言 仿佛空气也凝固了 半晌 我才反应过来 双手搭在小丽的肩上 轻轻地摇着她柔软的香肩 是真的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小丽 是真的 是真的 小丽嘟啰着她红红的小嘴唇 这种事 谁还跟你开玩笑啊 我猛地双手环绕 抱起她转了有两圈 太好了 小丽 我爱你 你放开我 小丽极力挣脱我的拥抱 好什么呀 你不知道公司的规定吗 我放开小丽 蹲下来 耳朵贴着她的肚子 真想听听里面的动静 我忘乎所以了 这个是刚怀孕的人呢 我当然知道 我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 公司不允许怀孕 更不允许未婚先孕 否则是要被开除的 知道你还这么开心 你说咋办啊 公司知道了 我要被开除的 小丽嘟啰着小嘴 双手抱胸 左右晃动着 眼里有些晶莹泪珠 小丽 你放心 你不一样 你不会被开除的 我有什么不一样 噓 我竖起右手食指 轻轻地靠在她温湿的小嘴唇 给我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后 一定给你满意的答复 让你堂堂正正做准妈妈 三个月 小丽有些着急 轻轻跺了一下脚 摇摆着双肩 三个月 别人都知道我怀孕了 怎么办 她烧顿了一下 又说 况且三个月你能有什么好办法 公司的规章制度明文规定 难道你还能改了它 小丽 你放心 三个月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陆哥 我说到做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 好吧 就相信你一次 董小丽总算露出了微笑 不过 小丽 我有点严肃地对小丽说 你也要多注意点 这三个月 一定不要让大家知道你怀孕的事 万一我妊娠反应强烈呢 万一三个月肚子显了呢 总之你多注意点就行 三个月稍微注意一下 肚子不会太显的 至于妊娠反应 尽量多避开同事吧 好的 听你的 陆哥 乖 去上班吧 多注意 嗯 小丽轻轻地带上我办公室的门 回到她的工作岗位 哈哈 太好了 小丽刚一出门 我就快步坐到宽大的办公椅上 躺倒 最大后仰 双脚撬到了办公桌上 不停摇晃着椅子 太好了 太好了 小丽怀孕了 暗喜了好一阵 我终于从高涨的情绪中 稳定下来 飞快地抓起桌上的电话 拨通秘书王婷的电话 小王 陆总 你好 下午约见华春证券公司 确定禁调进度 我开始计划公司上市 禁调和变革方案 2006年7月20日 这个日子 我到现在记忆犹新 因为这天董小丽 告诉我怀孕了的消息 上午的开心过后 我立马安排约见 华春证券公司禁调组 抓紧协调 确定禁调方案和禁度 这个禁调 是由江苏红案集团委托 对蓝衣集团 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 因为蓝衣集团的上市愿望 已经有五年 无奈始终是民营企业 优先单一 只做定向的外贸加工 没有自己品牌 上市的愿望始终未能如愿 2006年初 经江苏省工商联 及江苏服装协会的撮合 江苏红案集团 有意对蓝衣集团进行并购 实现强强联合上市梦想 江苏红案集团 是省内规模较大的 国营服装集团公司 有自己的品牌和主打产品 西服 制服等 近年来 红案集团因发展需要 以及致力于 对中小型民营服装企业的帮扶 先后兼并了周边的几个服装企业 带动了这些企业的飞速发展 并启动2008年上市计划 下午 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和交流 华春证券公司 确定对蓝衣集团的禁调 于2006年7月31日完成 各部门协同 行政管理中心总协调 人力资源总监负责 禁调过程紧张而忙碌 作为人力资源总监的我 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次禁调中 虽然是这样 我还是一直惦记着小丽的事 基本上每天都会找机会 到小丽所在的办公室溜达溜达 哪怕更多的就是 透过办公室透明的窗户 看看她的动静 看她有没有大的妊娠反应 会不会在同时目前 暴露出她的怀孕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功夫 华春证券完成了 对公司禁调的现场部分工作 7月30日下午 现场总集会 蓝衣集团董事长陈总 总经理刘总及行政中心徐总等 参加总集会 华春证券的郭总发言 蓝衣集团的陈总 刘总 许总及在座的各位领导 大家下午好 经过10天紧张忙碌的工作 我们华春证券完成了 蓝衣集团禁调的现场核查部分 首先感谢大家给予的支持和协助 接着 郭总系统回顾了10天来的现场工作 对公司业务与产品 商业模式 行业分析 财务分析等 做了基本阐述 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在人力资源及行政全面管理方面 郭总提出了一些重肯的建议 目前 公司的相关制度 比如加班管理制度 关于禁止夫妻等 直系亲属同在公司就职的决定等 不适合企业的长远发展 需要进行全面的整顿 梳理 该完善的完善 该废纸的废纸 该增加的增加 会后 我会向陆总给出一个建议清单 供参考 总结会后 华春证券给出了一份 关于公司全面管理体系的建议清单 根据这份清单 经公司董事会一致决定 聘请专业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对公司的所有规章制度 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 完善 8月10日 经过全面的比较和几轮谈判 最终确定与南京企致管理咨询公司合作 对公司进行全面的咨询辅导 企致公司项目负责人是戴启华 企业管理咨询项目于2006年8月11日正式启动 整个咨询过程忙碌 紧张 有条不紊 对公司所有关于行政 人力资源 生产管理 采购 品控 安全 环境的规章制度 进行了全面梳理 该修订的修订 该废纸的废纸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修改了加班管理规定 废纸了关于禁止亲戚关系 同在公司就业的管理办法等 这些都是关系到员工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规章 2006年9月22日 所有新的管理规章 按法定程序经过工会委员会审核备案 并在公司内网OA系统公事 于2006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一经公布 全公司沸腾 不亚于过春节的热闹气氛 9月30日下午 大家都在等着第二天的长假 4点左右 我召集了全部门的员工 并早早地喊了董小丽过来 大家都到齐了 我不由分说 拉着小丽站到了中央 小丽还有些扭扭捏捏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我提高嗓门环顾四周 今天是个好日子 三喜临门 我决定今天请大家好好聚一聚 哦 谢谢陆总 好啊 大家一片欢呼 这时 王婷大声地制止了欢呼 陆总 哪里来的三喜临门啊 这第一喜 明天是十一长假 大家说什么事啊 我清了清嗓子 大声说 是的 对对对 第一喜 这第二喜嘛 大家也都知道的 那就是公司全面改革 公布了新的管理体系 是的 是的 这个是第二喜 大家一口同声 这个第三喜嘛 就是我故意停顿了下来 是什么呀 第三喜 第三喜是什么 快说啊 陆总 大家有点急不可耐 这个第三喜嘛 我告诉大家 就是 就是我和小丽结婚了 而且 马上我要当爸爸了 啊 啊 我满以为会是满堂欢呼和祝福 哪知道是他们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 愣在当场 我宣布了和小丽结婚的消息 本以为是一派的欢呼和祝福 哪知道是大家集体张大嘴巴 愣在当场 旋即 现场又恢复了刚才的热闹 一部分女同胞围着小丽叽叽喳喳 小丽 你们是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 不知道是兴奋 惊喜 还是经历过漫长时间煎熬后的释放 小丽满眼泪光 使劲地点着头 说出话来 这边 部分男同胞和好事的姐妹们 紧紧围着我 陆总 你们隐藏得太深了 不是这次变革 还不知道你们要藏多久呢 赶紧给我们讲讲 你们啥时候结婚的 多久了 讲讲你们的罗曼史 任何场合总会有十分好奇之人 也会有大把的吃瓜群众 特别是女人堆 好了 好了 我提高了嗓子 冲四周摆摆手 大家都安静下来 找椅子 都坐下吧 没椅子的 到外面办公室 个人搬一把椅子 很快 落大的办公室一起坐下来 竟等我和小丽的罗曼史 小丽 老婆 来你坐到我这边 我可不能浪费如此好的 秀恩爱机会 小丽在众人的连推带拉中 坐到了我的身边 首先 向大家说声抱歉 我环顾四周 结婚快三年 也没给大家吃喜酒的机会 今天就给大家补上 一阵鼓掌和叫好 说实话 如果不是此次公司 进行全面的咨询管理 我和小丽的婚姻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 才可以公开 我伸手抚摸着小丽柔顺的长发 开始讲我和小丽的罗曼史 时间回到2003年的五月末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大型招聘会现场 南京的五月 还不是特别炎热的时节 但是人人几乎都是单衣单裤了 短袖短裤也很常见 国展中心内 人山人海 人头攒动 虽然是招聘会 针对当季毕业生 但也吸引了众多的 网界生参与应聘 因为本次招聘会的规模之大 参加招聘的单位之多 是近几年来之最 我当然毫不例外地 想抓住这次的跳槽机会 首先自我介绍下 本人陆永春 1975年8月1日生 1998年7月 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 专业为机械制造专业 毕业后偶然的机会 我进入南京红叶塑料容器 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集体 所有制改制的企业 需财政出资 或贷款成立的合资企业 主打产品为 拍品 主要为中粹公司配套 当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面临退休 需要提前储备 借替人才 入职后 我先从办公室文员 开始做起 在师傅的精心指导下 我很快进入工作角色 半年后 顺利开始接任办公室主任 那几年 刚好人力资源管理呼声高涨 于是我 参加了系统的培训和学习 并将所学结合实际 融汇贯通 将南京红叶塑料容器 制品有限公司的 传统人事管理 一步步提升到 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上来 时光飞逝 2002年7月 我被任命为公司的人事行政中心总监 2002年12月 公司因所在地被征用而拆迁 停止营业并关闭 处理完公司善后事宜 我于2003年4月份 离开南京红叶塑料容器 制品有限公司 5月末 南京国展中心的招聘会 人满为患 这天 我穿了件白色的短袖衬衫 浅灰色卡其不长裤 黑色的皮鞋擦得正亮 怀揣着20份简历 开始新的求职之路 经过几圈的比较观望 我手中的简历 基本差不多投出去了 这时候来到了 蓝衣集团的招聘摊位前 应聘者排成长龙 我挤到前面 看了公司的招聘简章 高薪成聘旗馆中心副总监 人力资源经理 人事专员等职位 看到这几个比较合适的职位 我立马加入了应聘的队伍中 后面还有应聘者不断地加入 排了将近30分钟 还有三个人就到我了 我正在默默排练着面试的场景 突然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 身后的队伍整体向前轻压 一个挨着一个 我后背贴上来两个暖暖的 我不敢多想 尽力向后靠着保持着平衡 我左边胳膊像是被针刺了一下 扭头一看 这时候感到更加疼痛 对不起 对不起 很小的声音 但是很悦耳 原来是刚才的骚动中 后面一个应试的小姑娘 站立不稳 整个贴在我的后背 手中的钢笔 砸到了我的胳膊 虽然很疼 我还是很绅士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我向后靠了靠 辅助姑娘站直了身子 看到她泛红的脸颊 很快到了我 地上简历 简单聊了几句 回去等通知吧 主管人员用这句话 结束了现场应聘 我一声轻松地走出会场大门口 站在高高的台阶上 贪婪地呼吸外面的空气 右手轻轻地摸着刚才被扎的地方 冒出了一个小黑点 对不起呀 大哥 刚才砸到你了 好甜的声音响起 我扭头一看 是刚才那个小姑娘 约摸160厘米的身高 白色的职业衬衫 勾勒出上半身 丰满的曲线 黑色的短裙外面 照一层过细的白纱 若隐若现 大哥 对不起呀 我看到她两颊的红韵 微微地低着头 这时我也感觉 脸庞的温度缓缓升高 心跳加速 两眼不敢直视她 没 没关系的 我有点语无伦次 小丽 走吧 身后一个比她 稍矮的女生走过来 一把拉着她 哦 哦 小丽一边硬撑 一边和她一起 向着国展中心出口走去 小丽 小丽 原来她叫小丽 我喃喃自语着 看着她们的背影 直到她们消失在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人生中第一次心动的感觉 她的身影一直在眼前浮现 现场招聘会后 小丽的影子一直无法抹去 这就是记忆中的一见钟情吧 我一边等待着富士的消息 一边在心里幻想着 和小丽再次相逢的机会 一周内 我接到了三家单位的富士通知 毫无悬念 富士的自我感觉良好 就是等待结果和选择的机会了 但是我感觉 始终若有所失 有没有机会再遇见小丽呢 周五的下午 接到了蓝艺集团富士的通知 我欣喜若狂 下周二上午九点富士 是不是小丽 也接到富士通知了呢 能不能遇到小丽呢 等待富士的几天时间 我在煎熬中度过 恨不得时间 真的能长出翅膀飞起来 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周二 我早早地洗漱完 八点半就来到了富士现场 我是一个棘手时的人 任何的时间约定都会提前 提前半个小时 就是想更多地和小丽 有碰面的机会 按照公司的要求 我很快填了一份 标准的求职表 应聘的人员陆陆续续进来 我睁大眼睛 仔细打亮着每一个应聘者 始终没有小丽的身影 很快到了九点 我在失望中 走进了富士现场 我应聘的是 蓝衣集团企业管理中心的副总监 事前做了充分的了解 企管中心下设 人力资源部和综合管理部 跟我以前的工作高度吻合 加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富士过程虽然长了些 但是进展顺利 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企管中心总监 人力资源经理组成的面试组 轮番提问 我应对如流 圆满结束富士 将近十点半 人力资源经理和成功画上了本次富士的句号 陆永春 感谢你本次参加富士 我们将在一周内给出本次富士的结论 好的 谢谢 我起身鞠躬 准备离开现场 下一位应聘者董小丽 麻烦你喊一声 和经理的一句话 我差点跳了起来 心里喊道 董小丽 董小丽 真的是她 我心里默念着董小丽的名字 一边打开面试式的门 董小丽 董小丽 一出来 我就提高嗓门喊 下一位面试者董小丽 道 随着一声甜甜的应答 应试者中站起一个熟悉的身影 四目相对 时间瞬间凝固 我们彼此眼光接触 又都同时低下头 感觉脸颊发烫 不知道小丽是如何走进面试试的 很久很久 我的心情才平复下来 心里暗想 今天一定要和她好好认识 一定要留下电话 以后好联系 然后我一直盘算着如何搭讪 我等 一定要等 于是我就在公司门口 保安室外面 一直守候着小丽出来 眼睛瞪得大大的 一刻不敢大意 将近十一点 一个熟悉的身影 迈着轻盈的步伐 飘进我的眼帘 我三步并坐两步 飞快地来到她的跟前 复试结束了 小 小丽 我还是有些紧张地问了一声 咦 是你呀 大哥 小丽略显意外 你还没走 是的 等你呢 你复试的感觉还好吧 会不会被录用 我们说不定会成为同事呢 这时候不知哪来的勇气 我噼里啪啦说了一通 根本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 快吃饭时间了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认识认识 她睁大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露出调皮的微笑 好啊 一起吃饭 大哥你请客 not problem 我愉快地打了个响指 恨不得跳起来 于是 就有了我们的第一次共进午餐 一讲到共进午餐 我抬头看看时间 转眼快17点了 我端起杯子 喝了一口水 同事们一个个瞪大着圆圆的眼睛 沉浸在我俩的故事中 我环顾四周 伙计们 今天早点下班 吃饭去吧 不急不急 我们听完你俩的故事 再去吃饭 他们就像是一群 没有看过电影的孩子 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好吧 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我继续讲述何小丽的故事 醉翁之意不在酒 吃饭不是目的 深入了解才是 我找了个特色小餐厅 挑了个角落的位置 开始我们都还有些紧张 从富士的自我感觉开始聊起 渐渐地 我和小丽都敞开了话题 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 没想到我们不仅是老乡 而且是大学校友 我比他早毕业了三年 交谈中我得知 他叫董小丽 也是江苏新化人 只不过我们不是一个镇的 他1981年6月2日生 2003年毕业 大连理工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应聘人士专员 太多的巧合 加上上次招聘会的邂逅 也许冥冥之中 有一双强有力的手 将我们拽到一起 时间过得很快 直到饭店打烊 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当然顺利地要到了 小丽的联系方式 接下来就是等候富士的结果 我也借询问富士结果之名 每天总是借口 跟小丽滔滔近乎 老天再一次眷顾 五天之后 我们同一天 接到了蓝艺集团的录用通知 我于2003年6月份 正式入职蓝艺集团 任职旗馆中心副总监 董小丽因为是应届毕业生 要到7月份毕业 才能入职 入职后 我很快融入新的工作中 同时每天掰着指头 期盼着毕业季赶紧到来 好不容易到了7月20日 这天是小丽入职的日子 一大早 我就跑到人力资源办公室 假工技撕了一把 叮嘱人力经理冯菊花 小冯 今天应该是上次招聘的 应届毕业生录职的日语吧 上班后 将录用人员报道情况 发给秘书室王婷 好的 陆总 十点左右 王婷敲门进了我的办公室 汇报说 陆总好 人力资源那边发来消息 应届毕业生应到四人 十到四人 全部报道 太好了 我的心里一阵狂喜 没有意外 从此 我开始了对小丽的追求之路 从一见钟情 到富士入职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我和小丽幸运的同时 被蓝衣集团录用 终于入职同一家公司 老乡 校友 加上同一个部门 给了我更多的机会 与小丽接触 小丽一进公司 我就对她展开了 猛烈的爱的攻势 但是 有一条无形的红弓 横跟在我们中间 小丽起初还没勇气 接受这份闪电般的爱情 蓝衣集团公司 有一条明文规定 也是上一任的人力资源主管 别出心裁 弄出来的许多规定之一 那就是 关于禁止亲戚关系 同在公司就业的管理办法 就职期间 不允许公司内部谈恋爱 更不准亲戚关系 同在公司就业 否则就要开除一个 这份制度的目的是 为了防止迅思舞弊 人情管理 提高公司的公平公正的环境 我不知道 这份规定 是否能够达到 管理者制定制度的初衷 但是 我相信 许多职场人 都遇到过 类似的规定或制度 特别是在一些管理状态 不是很完善的民营企业 这种情况尤为普遍 这份规定 无疑大大增加了 我和小丽之间交往的难度 曾经一度让我差点放弃 恋爱中的男人是狂热的 不计后果 特别从一开始 我就坚定我和小丽之间的缘分 这个是上天赐给我的 我一定要把握机会 纵有千难万险 刀山火海 我也一定要闯过去 三个月的死缠烂打 架不住我的林立公事 2003年10月底 小丽终于答应和我交往 我们正式成为男女朋友 同时 小丽要求我给她一个保证 三年之内 坚决不能公开我们的关系 她不想第一份工作过早的结束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和积累 Yes Madame 我想也没想 给出了响亮的保证 2004年的元旦 爱到深处的两个年轻人 没有把持住 突破了坚守的防线 将彼此完全地交给了对方 于是顺理成章 小丽退掉了她的出租房 和我住到了一起 为了彼此的承诺 为了给我们的爱情 画上圆满的句号 也为了满足双方父母的期待 同时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一起 我和小丽于2004年5月1日正式登记 领取了结婚证 但婚事从简 只在老家办了简单的仪式 双方至亲一起在酒店摆了几桌而已 就连QQ空间都不敢炫耀一下 我们领了证 成了正式夫妻 但还是顾忌着 公司那变态的规定 小丽和我约法三章 继续严守着我们的夫妻关系 三年内不要小孩 办公室等任何公共场合 按公司的习惯相互称呼 防止泄密 私下也不得老公老婆相称 以防公共场合说漏嘴 于是我和小丽 开始了漫长的隐婚生活 这种滋味 犹如身处敌营的地下工作者 时刻绷紧着那一根弦 就怕出现1.1滴的差池 从那天开始 我一边承受着隐婚的煎熬 也一直盘算着 如何才能一举废弃 公司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关于禁止亲戚关系 同在公司就业的管理办法 这个无聊的制度的推出 关键在于 公司管理的缺失 考核的不完善等 于是我对公司的考核管理 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改革 基本上做到公平公正合理 杜绝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得到广大员工的认可 也得到了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和管理层的认可 成绩和管理效果有目共睹 但是几次提出废纸 关于禁止亲戚关系 同在公司就业的管理办法的 相关提议都无疾而终 压抑的隐婚时代 在痛苦地持续着 日日建军不食军 这样的日子 真的是度日如年 我们每天一班不能一起到 下班不敢一起走 上班期间 还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不能表现出丁点的亲热 遇到我俩单独出差 更是要万分谨慎 房间也要分开 否则 回公司报销 那就万口莫辩 更难熬的是在班上 因为工作关系 总是需要时常见面 看到任何人 对小丽有过分的热情 极度之火 也只能强压心头 只有下班回家 回到了我们的小窝 才是真正回到 我们的二人世界 日子一天天重复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一定要废止公司 那些不合理的臭规矩 功夫不负有心人 也是老天垂帘 我终于盼到了 公司的并购计划 于是就有了2006年7月 华春证券 对公司的进条 和后期的整体咨询改革 参考华春证券的改革建议 及旗管中心的具体方案 启治公司于9月15日 完成了对公司的 整体咨询案 并得到管理委员会的确认 经过相关的流程及公示 最新的管理规章制度 将于2006年10月1日 正式实施 加班管理规定 关于禁止亲戚关系 同在公司就业的管理办法 等不合时宜的文件 同时废止 讲到这里 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背靠着椅子 长嘘一口气 我和老婆再也不用过着 提心吊胆的隐婚生活咯 说完 我一把搂过旁边的小丽 这时候看到小丽的眼眶红红的 擒着晶莹的泪珠 老婆 应该高兴才对呀 是的 我高兴 陆哥 小丽含泪不停地点着头 含老公 现在可以含老公 含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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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拍着手 整齐地喊着 不 过了十一再喊 小丽扭捏着拒绝 好了 好了 大家故事也听完了 王婷站起来 酒店那边来电话了 陆总 咱们该吃饭了 好 喊大家一起去吃饭 伙计们 走咯 吃饭去咯 王婷招呼着大家 今天陆总请客 大家一定要尽兴哦 也许是释放长久的压抑 又也许是为了第二天的长假而开心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2007年4月份 我们的孩子顺利诞生 我给他取名叫陆尹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